但是经典不是这么教的 有德持有人 有人持有土 有土持有财 有财持有用 德者本也 财者莫也 怎么我们一考虑事情 都从莫上去考虑 是吧 我们做的好事 一定有很多善心的人 一起来互词 一起来互念 所以这个社会功力太厉害了 我们已经习惯了 好像做什么事 都是要有目的 要有条件的 反而面对别人 没有条件的付出 我们是成谎成谎 但是我们要了解 古代的社会 都是道义的社会 甚至于是三五十年前 那种道义人情味 处处可见 这个唯利世俗 是最近这二三十年搞的 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爷爷奶奶 邻居 煮一锅茶 放在路边 专门给赶路的人喝的 哪有谈什么条件的道理 都是体恤别人辛苦 有时候看路人赶得 接近吃饭时间 很辛苦 大热天的 坐在那休息 来我家吃顿饭吧 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有一个女士 她很有爱情 她就说到 都受她奶奶影响 奶奶小的时候 不是 她小的时候 奶奶煮茶 供养给这些路人喝 第一次的时候 他们这些小孩在旁边看着 奶奶怎么拿出茶 要给人家喝 然后几个小朋友 就躲在那个大树后面里 看看有没有人喝 结果当第一个路人 喝下第一杯水 所有的小孩 都是孙子辈的 高兴地跑回家里去 给他奶奶报告 奶奶有人喝 有人喝了 这些小孩高不高兴 很欢喜 这叫天性 谁教他 给人喝水要高兴 又没人教他高兴 他为什么自己高兴 这仁爱心是人朋友的 而当他在那里 很欢喜的时候 那一颗仁爱的纯心 就种到他孙子的心田里面去 所以福田心根 他的这个孙女福报也很大 生意做得不错 都跟他的心量有关系 而且他还提到一点 让我非常感动 他说他奶奶出病 几个祥祢 czne个叔叔伯伯 包含他的父亲 给他奶奶 扎棺木 结果那个棺木 有一个规定 不管这个规定好不好 我们暂且不论 就是这个棺木只要往前走了 就不能往后退 可能就是希望母亲走得好 怎么可以往后退呢 结果刚好棺木进去的时候没问题 出来的时候可能那个扛的东西 它的体积横向面积大 结果要过的时候呢 门卡住了没办法出去 这些长辈们连想都没有想 马上拿着铁锤就把门给敲掉 哇那个瞬间那个念 我自己听着这个故事 我说他的孩子他的孙子 当下在那个现场都震撼的一辈子 没有办法忘怀 就是那种心里只有自己的母亲 只有自己的奶奶 哪还有想到门一个砖块多少钱 全部就赶紧把它打掉 赶紧把母亲 因为那时候都看时辰 赶紧送出去不敢耽搁 所以这个孝心仁爱心 那是最好的家道 好 所以确实古代的人 包含有传统文化修养的人 都能以对亲人的心来对待一切的社会大众 包含自己的同事 好 再来我们看 敬大臣 这个尊贤呢 有一些贤人 他是不拿你的俸禄的 专门给你提供知学 他在山上 你还得上山去找他 他不愿意顶这些俸禄的 像这些尊贤 那敬大臣呢 他就比喻是高级主管 体群臣呢 那可能是一般的员工 这大臣都是属于中高级以上的主管 敬大臣 体群臣 来真正的去关怀 去爱护了 才能够凝聚人心力量 而且在军臣关系当中 领导者要返求自己 因为领导者 他位置比较高 底下的人在心理上 比较能尊重 比较能崇敬我们 下属之所以不崇敬领导者 很可能就是领导者自己德行不好 让人家丧失信心 不然在人很自然的心态当中 都是尊重父母 尊重领导者 好 所以在敬大臣 体群臣当中 孟子有一段话呢 也是我们常常来关照自己的 孟子讲到 君之士臣如守族 责臣士君如复兴 君之士臣如权马 责臣士君如国人 君之士臣如土建 责臣士君如寇丑 领导者把员工同仁当作守族 他的员工呢 就把他当心腹一样看待 君之士臣 我们就把他当犬马一样使唤 也不关怀尊重他 责臣士君如国人 那他一下班 在超级市场看到你 就像看到陌生人一样 我已经下班了 你也不能叫我做什么事了 如国人一样 但是领导者亲事 亲见下属如土建 那这个下属啊 就觉得这个领导者像土匪一样 像仇人一样 如寇仇 好 所以我们从这句话体会得到 下属对上师的态度 跟态度 上师对下属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在与所有的同仁相处的过程当中 能不能实时反求诸己来观照 因为人不反求诸己 就不能理智 就变成在指责他人不反省自己 不理智的一定是感情用事 所以我们不反求诸己来处理事情 很难把事情处理好 只会越处理越早 所以最重要还是修养 还是心地的功夫 好 指数名 那我们想一想 现在的企业呢 这个指数名应该指谁啊 客户啊 你不管做哪一个行业 都是以服务为目的啊 今天你在房地产业 每一个来看房子的客户啊 你就要当就是你妈来看啊 就是你姐姐来看房子的 你会用什么心情去照顾他 去服务他 这样就对了 指数名很重要啊 我因为这几年呢 都是在祖国大陆 跟大家一起交流传统文化 所以每一次回家呢 也会带一点大陆的特产 结果带回家里去啊 我爸爸就说 哪里来的 结果一看 我不敢吃 前几天又看到什么黑心食品 所以啊 我们所做的事情 不只会影响我们个人的性欲 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社会的性欲 好像讲到这里啊 气氛好像有点 这位大陆的同学长 文欲口 文过心 我刚刚好像嗅不到 文过心的味道 害我有点讲不下去了 这就是一个重点 真的是一个重点 真正爱护自己的国家 真正爱护自己的团体 不是用面子去爱的 是要让他更好 不是人家批评我们 我们就出去要跟他打架 叫爱护我 是要真正支持敬乎勇 来改善 这个孟子有一天 去见一个国君 结果 他就给那个国君指出来一些问题 指完以后 这个国君离开之后 旁边那些臣子就过来骂孟子 你怎么这么不尊重我们的君王 假如我们在当下 可能也会这么觉得 你怎么批评我的君王 这么不尊重我的君王 孟子跟这些大臣讲 我是最尊重你们君王 因为我要他们做圣王 所以我提的这些建议 都是让他如何当圣王的建议 而你们都是巴结谄媚的 他不对了也不假 你们这是爱护他吗 你们这是让他越来越堕落 所以我们假如不理智 一下子是情感 情绪上来了 我们能爱护人吗 所以人在一切境界当中 要能理智应对 要能反求足迹 要能接受得了别人的批评 甚至于哪怕批评的不对 我们都笑一下 为什么 人家批评了三点 一点不对 我们一下就把它扑过去了 人家下次还敢给我们提 真正要赢得 全世界的尊重 是来自于我们的修养 是来自于我们 能接纳别人的批评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得才能真正让人打从内心的佩服 你有多强的外在条件 都不可能真正赢得人家 内心的尊重 所以 我们刚刚讲到的指数名 对于各个行业就非常重要 有没有真正 爱护所有服务的对象 包含来百工 我们看 让各行各业都兴盛起来 而且一个企业 它一定有很多合作的单位 能不能让他们通通都发展起来 有时候心胸狭窄了 自己赚钱就好了 对于这一些配合的单位 都给人家call的不得了 让人家跟我们做生意 配合都很困难 日子都不好过 只有自己好过了 这个就不妥当 这叫来百工 柔远人 这个在古代是说 连他国的人民 老百姓 老百姓都懂得去关心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 很多国家有灾难 其他的国家都赶紧去帮助 人道主义 这就是柔远人 我们自己虽然是在某一个行业 但是对于整个社会大众的需要 我们还是懂得去关心 谁分谁利 比方汶川大地震 那是各行各业的人出钱出力 我们去看那个赈灾晚会的时候 都非常触动 很多企业还有捐上亿的都有 捐几千万的 那不计其数的 这个就是人积几积 人力几利的存心 怀诸侯 这个诸侯 在古代 他天子底下有很多诸侯国 有一些国 他可能衰败下去了 那这个领导者呢 懂得去扶持他 再把他兴盛起来 用在我们这个时代来 比方我们是从事建筑行业 我们希望整个 这种房地产行业 都能够有很好的形象 为什么呢 其实同样的行业 不止不是竞争关系 应该是合作关系 人们不明白这个道理 同业相继 互相竞争 然后做出很多不妥当的做法 造成社会大众呢 对这些行业 丧失信心 比方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有点不大敢举例子 我已经感觉到 底下有杀气了 我快讲不出话来 你看牛奶 加三聚情来 你一加加了 两加加了 最后什么 一暴露起来 全部的牛奶液 统统受影响 是啊 所以我们会误会 各行各业是竞争的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人的野心太大 所以哦 人心不足 蛇吞象 请问这只蛇把象吞下去了 它活得了吗 所以大家现在看 拼命赚钱 赚的很多的 赚的连家庭都不顾的 它活了吗 所以那一天 我们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很有钱的人 半夜在路上 喝酒喝到烂醉 倒在地上 有一个警察 当地的警察 过去把他给叫醒了 你怎么不回家 回什么家 我又没有家 你怎么没有家 那一栋别墅不就是你家吗 他给警察讲 那是一栋房子 那是我家 因为他太太跟他孩子 都不理他了 早就已经走了 那一个家 几千万空空荡荡的 他都不想回去 那我们想一想 人生又不是有钱就幸福了 可是我们现在 人的价值观失衡了 就觉得赚钱 钱是万能 结果一失衡了 家庭都不顾了 健康都不顾了 只要钱 然后又用竞争的手段 去跟人家 做生意 同业竞争 搞得这个社会 大家都 急功近利 人心惶 人心惶惶 恶性循环 应该是有钱 大家赚 其实人与各行各业 只要去掉了这个竞争的 这种模式 整个地球人类的资产 会增加很多倍 都是这种恶性竞争 造成整个社会资源的损失 以前人还没有这么强的竞争能力 比方说同业之间 来这里开书局 买不到这个用点 我跟你讲 我打个电话 你到哪一家那边去买 那边游 这样才对啊 所以真的我们在这个时代 不能受到这些 不妥当的社会风气影响 然后我们也卷入这种 这个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的 这种氛围里面去的 好 所以这个是 对于各行各业 我们是互相切磋 互相学习 怀祝侯 真的有一个 在大陆做得特别好的 房地产行业 他就是 常常都把自己 做得好的方法 全部公告出来 希望同业学习 共同成长 那这是无私的心啊 难怪他在 房地产行业 都是 名列前茅 都没有退下来 而且是连续十多年 都是名列前茅 所以老子提醒我们 即以与人 己欲 你越给人自己越有 即以为人 己欲多 这个才是天道 大家要了解 现在不是各个行业会竞争 我们弘扬文化 也会互相嫉妒竞争 这不去掉这个嫉妒心 不提起这个水洗心 赞叹心 欣赏别人的心 那我们到传统文化 还是在搞以前的习气 好 这是九经了 那我们先来看几个 历史上的例子 四十五页 在我们的古文读本 这个说愿节路 他一开始就是军道 怎么当领导者 我们看 何间献王约 谣 纯心于天下 加之于穷民 实时系念着天下的人民 尤其是特别苦难 或者先天 比较弱势的人 所谓官寡 孤独 废极者 皆有所养 我们看这些好的领导者 都是加之于穷民 而且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 非常的难得 他的企业里面都固定用 一定比例的残障人员 这个就是把古圣先贤的精神 落实在他的企业里面 让他们也有工作的机会 而且人同此心 一个人他先天遭遇 就已经不幸的时候 又能够遇到 有人爱心的企业家 他哪有不忠诚感激的道理 所以痛万幸之敌罪 忧众生之不遂 确实老百姓有什么苦难呢 就好像自己的孩子受难 一样的心情 有一鸣鸡 择曰 持我鸡之眼 是我让他饥饿的 我没有做好 有一人喊 择曰 持我含之眼 一人有罪 择曰 持我信之眼 一个人犯法了 姚弟就觉得 是我没有把他交好 我有责任 我们读到这里 都可以想到 在鸣鱼里面 谣传给顺 顺传给鱼 鱼传给汤 汤再传下去 这一些古圣先王的心境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这是一个天子的心境 明包物语者的心境 谁不好了 是我没把他交好 是我没给他做好榜样 其实我们能不能效法 古圣先王的心境 我又没有当皇帝 又没有当天子 其实当社会发生不幸的时候 当我们起一个念头 那是那 他是他 我是我 其实在心性上 我们已经在怎么样 在退步楼 血如溺水 行踪 不静 则退 最健康的心态 凡是人 皆虚 这个叫健康的状况 我们不能保持这个念头 我们就 心就生病了 待会读到一篇文章 就是 孟子比喻 一个人 无名指 生不长了 就稍微有点 不正常 稍微弯了 生不直了 才一个指头 生不直 有一点小小毛病了 只要知道 几百里之外 楚国 吴国 哪个国家能治好 再远都走去 就把这个指头治好了 是吧 可是我们的心病了 就从来不去管它 那诸位学长 心比较重要 还是这颗无名指 比较重要 心比较重要 那你看 人现在轻纵缓急 不知道 都忙一些 可能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但最重要的事情 往往忽略很久了 所以孟子才说 学问之道 学问之道无它 求其意 放心而已 放心而已 这个心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们都忘了它 我曾经看过一个景象 两个 一两岁的孩子 在一起玩耍 他们跑着跑着 前面第一个小朋友 不小心跌倒了 撞地上 这个小朋友 还没回过神来 还搞不清楚 可能有点头晕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后面那个小朋友 就哗 哗 哗 就哭起来了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景象 我以前看过这个景象 但是我看的时候 我就明白为什么 因为那个撞下去的时候 声音很大 然后那个孩子就感觉 哎呦 他一定很痛啊 一想到这里就 哎呦 流眼泪了 就感同 伸瘦 这是一个人的天性 科学家 现在都重视科学了 还做实验了 就让那些 连走都走不稳的那些小婴儿 做实验 就大人走啊走啊 就故意掉东西 掉下去了 就看这个小朋友做什么 结果他们实验结果 这小朋友看到东西掉下来 然后就拿起来 又要去拿给 那个掉下来等人 所以为什么说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其实我们是污染太久了 要回到赤子之心了 所以赤子之心呢 他的爱心是没有边界的 他不是施爱的 他对人都有那种关怀的 不去分别的 人一分别啊 就冷漠了 就麻木就开始增加了 那些都不关我的事了 所以人这一生呢 只有自己心灵的提升呢 是最真实的 什么其他的外在的东西 一样也带不走 万般将不去啊 所以今天 我们看到社会的种种情况 我们花太多时间在哪里 批评 指责 其实当我们在批评指责 我们也不是在觉悟当中的 我们的心境 都跟这个事件的人对立了 甚至很多人骂 骂谁谁谁 现在人一吃饱饭 茶余饭后就开始骂 领导不好 官员不好 我太太不好 什么人基本上都骂到了 就一个人挺好 就自己没有骂到 好像全天下都欠他这个样子 这个是不理想 所以当我们觉得 所有的不理想 都是在告诉我 这是我这一生的责任 我应该提起这一份道义 那他看到世间 所有不如意的事情 都在提升他的使命感 都在以这样的心境 期许自己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社会现在是这样的 我能做什么 人就不把宝贵的时光 耗在批评 耗在指责上面 小到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单位 出现了情况 我能做什么 我有什么不足 大到自己的民族 我们都有这一份承担 好 所以这个是 这一段呢 姚帝给我们的一种风范 所以因为他有这样的胸襟 能展现了人造而毅力 他仁慈 老百姓讲道义 德国而化广 道德广博 老百姓都被他感动 我们待会再看下一个故事 就很有味道 大于讲啊 姚帝的时候啊 老百姓都不能像姚帝这样感到耻辱 我们就看一个天使 他给予老百姓 那个榜样的力量 所以呢 故不赏而明劝 不用用外在物质的奖赏 老百姓就互相劝谏了 一定要好好做人了 不乏而明智 不用处罚老百姓呢 老百姓有羞耻心的 不愿作恶了 此于作恶了 就天下大赐了 先述而后交 是遥到远 先能宽恕 先能包容设身处地 进一步 尽自己的力量 以身作则是交 然后把经典 这些伦理道德 教化的老百姓 就是这个交子 是遥到远 这个五个字很好啊 先宿而后交 我们当领导的 教学的 教书的 还有当父母的 都能够先宿而后交 好 下一个故事讲到了 于初见罪人 下车问而弃之 问了这个人犯罪的情况 结果自己也很伤心流眼泪 他左右的人就说了 辅罪人不顺道 他自己也没有顺着正道做 才会被关起来 君王何谓痛之至于此 那你何必伤心呢 是他最有应得 于曰 余曰 遥顺之人 既以遥顺之心为心 经寡人为君 经我当天子 百姓却各以其私心为心 所以我感觉很痛心 感觉我自己也没有做好 所以书曰 这个就是上书的话 百姓有罪 在于一人 好 这个是从以身作者来看 我们再翻到四十九页 我们来看中间这一个故事 挺有意思的 我直接用白话讲 你们就马上就直接 白话跟原文就弃在一起 习警公呢 喜欢女人 穿着男人的衣服 好 结果呢 全国的女子啊 真相呢 在穿男人的衣服 所以啊 这个习警公很生气啊 就吩咐这些官员呢 禁止 这个百姓 女子啊 穿男人的衣服 假如看到了 就撕裂她的衣服 把她的那个腰带给她扯断 警告她以后不准穿 结果 裂衣断带啊 可是呢 还是没有办法制止这个风气 还是照穿 燕子看到了 燕子呢 来见 习警公 习警公就说了 我 使这些官员 禁止女人 穿男人的衣服 我还这么严厉的 断其 这个裂其衣 断其带啊 可是他们还是互相 学习啊 都制止不了 为什么 燕子说了 说国君啊 你呢 又不禁止自己的太太穿 又不禁止宫内的女人穿 你就禁止老百姓不穿 所以这个叫呢 使福之于内而禁之于外 由玄牛守鱼门而求卖马肉也 就是外面挂着牛头啊 里面卖着狗肉啊 人家怎么 这什么勾当啊 人家怎么能服气嘛 所以 公服 室内勿服 你就叫你那些妻妾不要穿啊 择外莫感为也 人家就不会效法 急紧公说 好 善 室内勿服 不玄悦而国莫之浮衍 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所有的人呢 都不穿了 这个故事就提醒我们了 确确实实是 上行 下宵 好 再来我们看 下一个 齐人圣浩 古籍相犯以为乐 这齐国的老百姓呢 很喜欢呢 马车跟马车对撞 然后还觉得很好玩 而禁之不止 禁止不了 燕子觉得很忧患 这个社会风气 所以呢 他自己啊 坐了一台新车 还有很好的马 配着两马 结果开出去之后呢 设计好了 也找个人撞车了 结果一撞完呢 这个燕子就说了 他说古籍者不详 就跟人家车车相撞 是很不吉祥的 一定是我既是不诚恳 才会今天跟人家相撞 一定是我的 这个行为是不是不恭敬的 居处不敬的 然后他讲完了 就下车 就走了 结果国人看到了 就把这个情况传出去了 哎呦 燕子啊 那个最有学问的那个燕子说 车子跟车子相撞不吉祥 我们就别撞了 所以真的是舍命陪君子 这用讲的没办法了 亲自做一次给他看 好 所以然后 影响他的家庭 问题是假如领导者也喝酒 领导者也有那些坏习惯 那我们怎么去 让他改呢 给他好的影响呢 也不可能了 好 这个是以身作者的部分 再来呢 这个领导者 要能够有爱心 而且呢 要听劝谐才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四十七页 这个故事应该是跟大家讲过了 最后这里呢 诗经古琴 诗经这个乐师 谈情 大家有没有印象 你看这个 这个就告诉我们 一来啊 臣子要劝见 二来啊 这个领导者要受见 劝得对呢 他马上改 而且呢 还彰显自己的错误 让更多的人来督促他 那这个就很不简单 而且呢 这一个魏文侯讲的 我最高兴的就是呢 所有的人都听我的 不敢违背 这一句话在论语里面呢 孔子也有讲到 这句话大家都熟悉 叫一言心邦 一言上邦 是因为鲁定公啊 有一天问孔子 孔子啊 听说有一句话叫 一言心邦 是不是这么说啊 孔子说呢 这个话呢 这么说啊 就是 可能没有到那么严重啊 不过也接近了 比方说 孔子就举例了 比方说呢 假如有一个人 他当国君了 他说 为君难 为臣不易 就是当好国君 是很不容易的 要战战军军 他讲这一句话 他自己是这个心境 那这一句话 就可以让他 好好的 谨慎的 做好国君 那这一句话 不就是一言心邦吗 甚至于其他的国君 也效法了 也兴了他那一个国家 这叫一言心邦 后来又问了 那一言 好像又有一句话 叫一言三邦 有没有 那孔子又说了 就是假如一个国君说呢 我最快乐的事啊 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听我的 不敢违背我 那孔子就举了这一句话 说假如他做的是善 那没人违背啊 那也挺好的 可是他假如做的是不善 又没人敢违背啊 那这个国家不就要毁掉了吗 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 一个领导者 假如不受劝谏的 这一定会上邦的 这个一言就是指 完全不能接受别人劝谏 这个领导就麻烦 所以一个领导者 纳见的态度 是非常关键的 好 我们看一个四十八页 这个也是跟大家讲过的 文王问于屡望 怎么治理天下 唯天下若何 对曰 王国父名 罢国父事 仅存之国父大夫 王道之国父常府 示意上意而下若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不能贪 要爱人民 为人民着想 文王说 善 这里缺了 善后面 应该是 太公 曰 树散不祥 这树散不祥 是江太公说的 所以当天 周文王 马上就去做了 所以这里提醒我们 领导者要不贪 借贪 要爱民 同时 江太公给我们表演很好 他劝谏得很及时 然后文王难得的是 听到好的建议 当场去做 当场去做 而且当一个人 都是当场去做的时候 这些贤德的人 他很欢喜 他以后会更主动的来 劝谏来协助 所以这个校长之间 都在领导者的心态 但是差很多 我这都看不到 可是却是整个人心的 向备有 你说这个大臣的建议 皇帝接受了 振奋群臣 何止振奋一个人 所以什么时候会失人心 什么时候能得人心呢 往往都是这一个心态的问题 我们看五十八页 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很有意思了 子路问于孔子曰 治国如何 孔子曰 在于尊贤而见不孝 其实这个都是相同的 亲贤臣 怨小人 子路曰 泛中行事 这一户 这一个大夫啊 他尊贤而见不孝 其王何也 那他怎么 王呢 愿 泛中行事 尊贤而不能用 见不孝而不能去 最后什么结果呢 贤者知其不己用 那个尊贤根本就是 做给别人看的 要博得人家美名的 根本就没有去用贤者的人 所以这些贤者的人就埋怨 搞明文立养 都不是真正异教奉行的 而愿之 不孝的人 不孝者 这些小人很聪明 知其见己而仇子 知道啊 他根本呢 对我们还是很不屑的 很无理的 我看我们就先下手为强吧 齐桓公啊 最明显的例子啊 用了管仲啊 九合诸侯一筐天下 用了几个小人 真的 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几十天啊 狮从都流到宫外了 才被发现他死了 你看这不孝者 你不赶紧离开他 一定是萤火之焚 所以不孝者知其见己而仇之 他们先 先磨自己的失利了 所以贤者愿之 不孝者仇之 愿仇并前 终行事 虽欲无往得乎 那一定亡的嘛 所以这个尊贤啊 那做表面不行了 你得真正用这些贤德之人 所以我们看刚刚文王 听了马上去做 好榜样啊 这忠行事会败 就败在 只是好尊贤的虚名 没有实质了 我们再来看一则四十八页 我们昨天讲到 资本在得人啊 所以得贤财啊 这个就好像 一个房子最重要的几个 支柱啊 很重要的 这孔子啊 为命福子见 他的一个学生说啊 说你去治理善县啊 大家都有口皆碑啊 都很欢喜啊 你说说呢 你是怎么治理的 这个不齐啊 是福子见的致辞 他自己称呼自己 父其父 子其子 我把 这个老百姓的父母啊 我也是恭敬他们 他们的孩子呢 我也是爱护他们 而且啊 蓄诸孤儿 然后呢 他们有了伤势了 我跟他们一样哀伤了 孔子说了 这个是善小结义啊 这一般的老百姓呢 会依附你的 比较有水平的老百姓呢 他不见得 接着又说呢 所富士者三人 我真的 就像认他做干爹 富士者三人 所凶士者五人 所游者十一人 孔子说 富士者三人呢 可以交校了 有事五人可以交替了 都是做到教化人民 有十二人可以交学义 这交朋友都是来互相切磋 道德学问提升的 孔子说 那中等的老百姓呢 也可以依附你的 但是还不够 后来他讲了 这个地方呢 比我有贤德智慧的 我有五个人 我用对待老师的态度呢 侍奉他们 而他们呢 就把这些治理天下的智慧告诉我 孔子说了 哎呀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欲其大也 乃于此在也 习者遥顺 轻为其身 以听观天下 勿来贤人 遥顺人治理天下安定 最终还是用了贤才 所以贤德之人 是百福之中 神明之主也 那孔子就赞叹了 你能够尊贤 尊重这些比你还有智慧的人 非常正确 他们给你的建议 就能够造福万民 结果最后孔子讲 你所治理的是一个小县 假如你治理的是一个大国 那你继续保持 也可以跟姚舜一样的工业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六十五页 最后一个故事 这个是对待子民 对待员工 做到什么呢 人治意境 我们有时候常常看结果 其实人与人的互动 不是在结果而已 在整个过程 随时随地 哪怕是你一个眼神 都在互动 我们来看这个故事 给我们的启发挺大的 子高为魏正 子高到魏国从政 血人之足 他那个时候当判官 判了一个人 把他的脚给砍了 魏国君臣作乱 子高当下就整个国家失控了 他就逃命了 走到窝门 就是城门 关起来 没办法过去 血者守门 就是当初被他切掉脚的 那一个犯罪的人 刚好是那个守门的人 结果他不止 没有说很怨恨这个子高 还带着他逃 然后就跟他讲 因为他是守门的 他很清楚这些地理状况 他就带子高说 这里墙比较低 你从这里爬出去 就可以逃走 子高说君子不渝 君子不爬墙 结果他又带他到另外一个地方 刚好那个城墙有一个破洞 可以钻出去 这鱼比有洞 子高愿君子不睡 君子是不可以爬果洞的 大家看到这里有什么想法 这么石板 是吧 我看到这里挺佩服的 为什么 连命都可以不要 就是不敢 不守这些教诲 当然 也是能同权答辩 只是他能屹立不摇 这一念心是我们的学处 后来拉他到一个房间里面 去躲起来 子高进去了 后来追兵走了 子高要离去以前 就对断了脚的人说 说我不能亏损组织法令 就是这个法律是这么规定 但是把你的脚都消掉了 现在我在难中了 就是你报复的好机会了 你干嘛帮助我逃亡 这个人说到了 脚被砍掉 是我犯的罪 无可奈何 而你处理我的事情 君子自成也 清测法令 就是他知道 这个子高 是翻骗了所有的这些法律 就想着 不要让他的脚被砍掉 你看先后成以法 就是这个跑前跑后 想尽办法 欲成之免于法 希望他不要被判这么重的主 这我可以感觉得到 但是最后欲绝 最定 零没办法 法律不是一个人可以改的 所以零当论刑 就要被砍的时候 这个子高在线上 悄然不悦 建于行射 就是子高很难过 没有能够帮得上他的忙 这个犯人都看到了 所以说 陈又自知 所以 领导 你不可以因为我而起失心 而我看到你 这个整个过程 包含你的表情 您天生就是一个仁慈之人 仁仁之心 其固然也 此臣之所以 为什么帮助你逃脱的原因 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得到 子高他尽力 尽心尽力 哪怕他处罚一个人 那个人也会感谢他 所以我们假如用这样的心境 去带我们的下属 去教育我们的下属 甚至于是 处罚我们的下属 他所收到的 还是我们是在协助他 在警戒他 在提醒他 而不会跟我们结怨他 但是我们人往往 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马上情绪起来 就是批判他不对 没有设身处地看 既然事情发生了 怎么帮助他收尾 假如虽然事情不对了 我们还是尽心尽力 协助他收尾 当事人都会很感动 所以情 离 法 我们往往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都是拿着法 并不是说我们要不遵守法 不是这个意思 法还是要遵守的 可是假如在遵守法的当中 情离都尽了 相信没有人会怨的 不会对立的 甚至于会更让人打从内心 佩服这个领导者的修养 所以很多人都说 现在经济不景气了 可不可以裁员 主委学长 可不可以裁员 所以人在思考事情 容易在做法上思考 在向上思考 而没在哪里思考 心上思考 有时候人在做抉择的时候 你给他讲了半天 他说 那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呢 到底是留还是不留啊 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 我说去也好 不去也好 留也好 不留也好 最重要的是 你的心态对了没有 心态对了 留也好 不留也好 去也好 不去也好 可能我讲到这里 底下的人 那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时候就说 好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好 所以还是什么都找到根本 本力而到生了 这些衣报随着正报转了 心境转了 这些关系都慢慢的都会转了 好 我们这个下一节课 跟大家谈一下那个 说话的修养 因为这节课本来是礼拜六 古文课要上 可能古文课的时候 有一些学长 已经回去了 好 我们先跟大家交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一只大蝴蝎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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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蝎� 这群鸭子也非常努力 从早上五点多就去学习了 你们笑什么了 我就说个故事嘛 而且学到晚上 有得十点才回家 结果学了四十五天 你们现在能力这么强都能编故事了 所以这个四十五天之后 个个都会飞了 非常的高兴 赶紧对老鹰说 感谢这段时间您的付出 我们都学会了 感谢感谢 说完了 大家就互相看一看 我们走回去吧 所以我们跟着古圣先贤 经典 就是老鹰们 那我们跟着学的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 学一句要跟着做一句 随顺圣贤教诲 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所以修身就是改心 把这个错误的心改正跟经典相应 比方我们现在要回去了 紧不紧张啊 有没有压力啊 有这张念头 这个叫忘心 这个叫没事乱烦恼 事都还没来 紧张个什么 用心向静止 真诚去应对 这个就是改心 改虚伪的心 改应付的心 为真诚的心 改贪着染着的心 为清静的心 改紧张的心 为积极的心 改傲慢的心 为平等的心 改自私的心 为念念为人着想的心 掌握根本 就刚举目张 不要紧张 心有根本 行有根本 心的根本 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时时这样关照 处处都是提升自己的机会 放下烦恼的机会 行有根本 辱到是 行的根本 都是相应的 辱家来讲 五轮 五常 四为八德 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特色 我们这样去掌握 去力行 心里就很有树 很有准神 很有底 给别人讲 自己也觉得 讲得清楚明白 所以五轮 讲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如何和睦相处 相亲相爱 所以中华文化 用一个字 孔孟学说 用一个字来概括 作为学长 哪一个字啊 孝文化 先王有自得要道 以顺天相 明用和睦 上下无愿 讲人字也是对的 所有圣贤的教诲 都是爱的教育 而我们文化当中 又把这个爱的原点 源头活水找到了 就是小道 包含在我们的文字当中 体现得非常深刻 孝字上面一个老 下面一个字 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下一代还有下一代 一体不可分 生命共同体 所以父子有亲 是爱的原点 是整个人与人关系的源头 所以我们的文化 就是让父母子女 这个亲爱 终身保持 我们感受一下 六七十岁的人 一进门去 娘 你看他幸不幸福 一尘保有这种赤子之心 对父母的如目之情 再把这一个亲爱 推展到对兄弟 对家族 对邻里相当 对社会大众 再推演到对国家民主 就像弟子龟说的 凡是人皆虚爱 还有更高的 凡是物皆虚爱 所以中华文化里面强调 天人合一 敬天敬地敬万物 那一份感恩的心 延伸到对一切的万物 这个不简单 感谢山河大帝 对于我们的赐予 当初 这个佛经 佛门是教育 当时候的皇帝 很珍惜 东汉明帝 把这个经典 从西域带回来 其中是白马 驮回来 后来这个马 因为长途跋涉 太辛苦了 后来就去世了 所以第一个佛事 叫白马士 我们一听到这个名字 很赶配我们的古人 连一匹马的恩德 他都不敢忘记 更何况是自己父母的恩德 所以 犯爱重 和亲人 这个重 那就包含 动物 包含 树木花草 山河 大地 所以在经典当中 春天的时候 万物生发 人应该要爱护这些万物 所以这么一延伸开来 就从父子有亲 延伸到五轮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而在人与人的关系相处当中 就强调道德 修养 道德修养 概括来讲 五常 怎么相处呢 仁义理智性 五常 这个五常在延伸 是四为八德 但不离开 这个五常关系 我们之前 跟大家一起交流到了 父子关系 夫妇关系 兄弟关系 以至于 君臣 朋友关系 我们来感受一下 其实都是守着 这个五常的关系 仁者爱人 五轮关系里面 都是去爱护对方 义 我们说的合情 合理 合法 恩义 情义 道义 礼 礼让 忍让 谦让 而且这个礼范围很广 礼者天地之序言 包含生活的规律 这个都是首领 一个人半夜不睡觉 大白天睡到中午十二点 这个叫无礼 不守整个天地的秩序 老天爷就要来打屁股了 是吧 可能身体就要搞坏了 没规矩了 天地之序 离者 敬而易 一个人睡觉睡到中午十二点 敬不敬 他尊敬他自己吗 他尊敬父母给他的生命吗 他尊敬时光吗 敬都没有了 离者敬而易 我们看 知 知所先后 物有本末 这个都是 知寒色的意义 包含 不论现行 而论流病 不论一时 而论久远 不论一生 而论天象 有智慧的人考虑事情是非常深远的 高瞻远瞩 甚至是 看得远 也观察得细 叫防伪度见 当然 他还来自于清净心 他要有定慧 就有智慧了 有定力 但定力又要来自于所规矩 界定才能生智慧 所以我们看到的 看得远 还要观察得很细微 防伪度见 包含 在中庸里面讲到 顺其 大智也余 顺很有智慧 顺好问 而好察而言 隐恶 而阳善 其实懂得隐恶阳善 就是考虑流鼻的问题 考虑人心的问题 这到底给人心 好不好的影响 而且这个有智慧的人 不过于不及 所以中庸里面讲 大顺势 择其两端 用其忠于明 不过于不及 忠道 这些都是智慧 我们现在呢 在谈的这些 仁义理智性里面 包含的 心境 得恨 用在五轮关系 通通适用 我们待会来 从每一个轮场 我们去感受看看 是不是 只要守住了这五常 没有不能和睦相处的 关系 包含信 我们守的信用 守的信意 守信的人 很实在 甚至啊 这个信当中 还包含着 我们值不值得 人家信任 第一个 我们相不相信自己 第二个 我们值得人家信任 一个人都做出 自堪堕落的行为了 爱慕虚荣的行为了 那人家怎么信任我们 赢得人家的信任呢 不是好目虚荣 因为赢得人家的信任 我们才能够 去尽本分 去利益它 没有信任呢 想帮也帮不上 人家还嫌我们 啰嗦 所以这个信很重要 而我们看看 地址规里面的信 比说长 此说短 不关己 莫先完 一个人假如 听到人家 谈是非了 哎呦呦 赶紧啊 兴趣很浓 冲过去了 这样的人 你要不要信任他 包含 见人善 即时期 众去云 以见机 见人恶 即内行 有则改 不加见 一个人真的 见闲时期 见不闲而内之行 这个人的 得恨值得信任 假如一个人 见人善 即嫉妒 见人恶 即批判 那他就赢得不了 人家的信任 我们现在在谈的 跟一个领导者 用人选人 有没有关系 有啊 你用这五常去观察 就很明白了 包含地主规后面又说的 这个 为德学 为才艺 不如人 当之力 若衣服 若饮食 不如人 不申请 其实人没有这种态度啊 这个人就不实在了 他好目虚荣啊 他怎么会值得信任呢 他的价值观呢 已经偏掉了 所以我们在 选动良之财啊 也要从这里看 他是真正有使命感 实在的人 还是好目虚荣的人 好目虚荣呢 就很容易贪婪了 包含地主规又说到 闻过怒 闻欲乐 损有来 亦有缺 一个人闻过就怒了 谁敢相信他 事情交给他 都不知道会出什么状况 但闻欲口 闻过心 质量是 见相亲 你看我们从这些地方 去体会性质 意理啊 就更宽广 但更重要的 每一个道理 首先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做到多少 我们没做到呢 就不要再谈呢 去帮人 或者是去 去劝人 因为人家也不服 你五十步还笑我百步 你就劝不了了 好 所以这个字 人亦理智性 这个字当中呢 刚刚还想到一点 就是人要兼听则明 方方面面了解状况 不可以只听片面之词 或者一个人的话而已 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这个都是我们 在面对事情当中 应有的理智 提到这个字呢 智慧在哪里看到 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 我们看到 他的正确的心态 正确的应对 正确的分寸 这个人就是有智慧 比方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到的 随顺圣贤教诲 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这是有智慧的 随顺烦恼习气 那就是变成习气的奴隶了 怎么会有智慧 包含掌握情绪 才能掌握未来 这是有智慧的人 他知道呢 一发脾气的事情更糟糕 他能 时时看到真相 不看到幻象 他自始至终相信了 人之初 性本身 这是李世荣 我们还没学传统话 他那个人就是怎样怎样 他那德性我太清楚了 讲起来好像很厉害 事实上都没看到 人家的真正的本性 看到的是他虚妄 刹那变化的习气 这个叫认假为真 认真为假 他能好 太阳都把西变出来 人家的真心都看不到了 认真为假 没有智慧了 包含先后 都是智慧 别人对不对 不是最重要的 首先我们自己要做对 这就是李世 正己而 不求于人 则无怨 我们所遇到的事情 会让人家怨我们 那还是我们没智慧 没有正己 坏人 没有知所先后的 所以这一些都是 理智的态度 当我们有这些心境 面对五轮关系 都能够处理的 和情理 处理的有分寸 处理的 不会意气 用事 好 那我们 体会到了 中华文化的特色 就是五轮 人与人的关系 在谈到道德 人与人之间 应有的修养 而恨 就是五常 四为八德 好 所以 这个整个 五常 四为八德 都是用在 人与人的关系上面 比方我们昨天 讲到的 军人 陈宗 这个领导者 应该怎么 扮演好 他的角色 你说 领导皇帝 那他是领导 他怎么宗 我们看以前的皇帝 叫什么 天子 他的领导人是谁 老天爷 就是天理 他违背天理 他就不忠 而且真正好的国君 他忠于谁 忠于人民 他要为人民负责任 他忠于祖先 祖先辛辛苦苦 留给他的基业 他假如把他给 搞砸了 断送了 他怎么对得起 他的祖先 忠于祖先 更重要的 忠于自己的良心 养不愧于天 福不作于人 我们又想着 要对得起老天 对得起良心 对得起祖先 对得起父母 对得起信任 成就我们 因缘的人 那在扮演哪一个角色 都能敬重 好 所以我们再去感受一下 父子关系 要不要忍 实时设身处地 要不要义 就是恩义情义 道义的心境 侍奉父母要离让 要忍让 要谦让 要有智慧 怎么样去 比方 对方有错了 疑无色 柔无身 见不路 岳父见 这个都是智慧 怎么善巧地去协助 信 五轮关系当中 这个信里面 就是 说的话 一定要做到 自古皆有始 明无信不利 没有守信 连孩子都不相信父母 更何况其他的关系 所以一定要 信 而且这个信 才能成就彼此 更好的关系 更深的信任 而且这个信当中 还包含着本分 自己心里面的承诺 这没有说出来 要不要守信 要啊 而且很有意思 不说出来的人 比较守信 说得很厉害的 反而不守信 是不 这个叫大信不约 真的发自内心的 他觉得讲出来 都没味道了 他叫大恩不言谢 表现在哪 行动上 常常都要去承诺 都要去激动的讲 都还是属于情绪部分 不是真正 深深刻刻了解到 我做人 本来就应该这样 信义 信义 人体会到 阴静的道义的时候 他一定信守他 内心曾经承诺过的事情 所以这个信 是良知 在汉朝 有一个读书人 叫 朱辉先生 他有一个同学 叫张瘫 两个人一起在国学 在太学读书 结果这个张瘫 有一天 就把着他的手 他们两个呢 不是很熟 结果这个张瘫 把着朱辉的手 就对他讲 你这个人 很值得信任 我想把我的妻儿 付托给你 这个朱辉 觉得呢 就还不是很熟啊 但是呢 这个张同学 那个眼神 非常的真诚 他有一点突如其来啊 也没点头 也没说话 这个事就过去了 后来啊 这个张勘去世了 把消息传到 这个朱辉这里 赶紧啊 张罗的很多东西 以前的人啊 当亲戚当朋友啊 去捐助的时候呢 都是多一点给人啊 自己留少一点 雨一多 取雨一少 这古代人真正做到了 我们看林哲徐先生 他的回忆当中 他的大伯到他们家里来 他家已经开不了锅了 还把剩余的都给他大伯 他母亲交代他 绝对不能给大伯知道 这叫中国人啊 这叫炎黄子孙啊 舍己为人啊 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朋好友受苦 哪怕自己苦啊 他都觉得踏实啊 所以赶到了张勘的家里 慰问他的妻儿 帮他安排很多事情 他的儿子跟着去啊 就很纳闷的 说父亲啊 我从没听过你提起这一位长者 他跟你应该没什么 深交往 而为什么你 请全力的来支持他 帮助他的遗孀呢 结果他 朱辉就跟他儿子讲 这确实啊 我没跟他有太多的交往 但是当时候在太学啊 当他跟我讲道 要把妻儿妇偷给我 我的心里面呢 起了一个念头 我要把他当朋友了 既然我已经把他当朋友了 我就应该啊 进这一份道路 所以古代人守信用啊 不单是守在外在的关系上 他是对得起他的良心啊 好 所以 整个五轮关系 都是啊 用仁义理智性的去力行 去落实 那我们在体会 如何经营好人与人的关系 五轮关系 都可以从这五个 做人的态度去延伸呢 应该 自己啊 也能 掌握 做人的纲领 跟别人交流 分享啊 也应该 不会偏颇到那里去 不然我们现在 就来试验看看 我们现在在讲 如何当 领导者 是不是要 人 是啊 尤其啊 领导者呢 他是君啊 他要以身 作者 这个就是找到根本了 君子物本 本利而 道身 好 我们来用仁义理智性 来看一个君王 我们首先 想到的 凡为天下国家 有九经 第一个就是修身 这个就是物本 本利而道身 至天子 以至于素人 一是皆以 修身为本 而 讲到修身 那下手处啊 那还是在 得物啊 我们举一些 经句啊 来感受一下 修身的重要性 孔子在 《论语》里面讲的 其身正 不另而行 其实这个修身呢 也就是在 以身作者 所有 成功的 领导者 君王 他一定是抓到 这个根本 所以唐太宗啊 那是千古一帝啊 他的君臣关系 是美谈 所以有一本书啊 大家在当领导者呢 一定要看 《征官正要》 那个就是记载 整个唐太宗 怎么治理天下 以及跟他 臣子种种的互动 在《知智通鉴》当中 就记录唐太宗的话 君 远也 臣 流也 着其远 而求流之轻 不可得也 那唐太宗能讲出 这样的话呢 很不简单 自律啊 也很深的 不可得已 古代人呢 很会用辟语 来形容 楚世代人的道理 所以用河川 国君呢 是一条河川的源头 臣子啊 这个流应该就是 支流了 源头都染灼了 要求支流是清澈的 有没有可能 不可得已啊 所以 在《论语》里面 真子讲了一句话 上师其道 明善久矣啊 上梁不振 很多的俗话呢 也都 把这个道理 给开显出来了 有一次啊 有一个臣子 就给唐太宗讲 皇帝啊 陛下 您啊 要把一些啊 阿谀惨媚的臣子啊 把它找出来 不能用 这唐太宗说的 我的臣子都是好的 怎么会有巴结残媚的呢 结果 这个臣子就禁忆了 就陛下 你呢 就早一天呢 大发雷霆 乱生气 发完脾气以后呢 看看呢 哪一个臣子 敢指出你不对 来劝你 而那一些 你发了脾气不对的呢 他还不归劝你 甚至于 还顺着你的话讲 那那个就是宁臣 你就可以把它揪出来 不要用它 大家觉得方法好不好 好 唐太宗说到了 他说我自己都在用心机 都是用诈述 我怎么叫我的臣子正直呢 但唐太宗不简单 他也没骂这个人 他说你的方法虽好 但我还是不能用 他并没有骂他一顿 他先肯定 你还是为我好 但是呢 君也有教导臣子的责任 所以他也借这个机会 君致为诈 何以则臣下之直乎 自己都用诈述的时候 用这一些技巧 又怎么去要求 我的臣子要证实呢 所以这个是以身作则 重要的 包含呢 重视自己的修身 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魏文侯 有一天 给他的一个大臣 孤卷子问道 父贤足是乎 这个父亲很贤德啊 可不可以 这个是就是依靠 可不可以依靠啊 孤卷子说不行 接着他又问了 那儿子很优秀 可不可以依靠 又说不行 哥哥很优秀 可不可以依靠 不行 弟弟很优秀 不行 臣子很优秀 不行 一连五个不行啊 魏文侯 有点发火了 那什么行啊 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都觉得 这个孤卷子啊 不只是听到了 魏文侯问的话 他应该是感受到 他心态不对 因为国君是一国之君 一国之君还要靠别人 那谁敢靠他 而且他已经产生依赖了 产生依赖会有贪着 作为学长 您觉得你进步最多的时候 是什么状况 命境 还有没人可以靠的时候 潜力就逼出来了 有人靠的时候 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啊 我生带明日 我生带别人 万事成蹉跎了 而且啊 我感觉 这些臣子啊 他具备了一个条件 他有学位 因为你光是在这个事情上说 不行不行啊 那君王不高兴啊 君王都是读书人啊 举历史例子 他就不得不幸了 所以这姑简直马上说了 姚弟是最好的父亲啊 这丹珠不成器啊 大顺是最好的儿子啊 鼓手 很顽固啊 大顺是最好的哥哥啊 但是他的弟弟很傲慢啊 像啊 周公是最好的弟弟啊 但是管俗 菜俗造反啊 我一读到菜俗造反 有点怪怪的 所以这个一个人 要做好啊 不然你整个姓氏都 都被我们给没黑掉了 做得好都涨光了 祖宗都很欣慰了 接着又说了 那陈贤可似乎 还有比周文王 还有比商汤更好的陈子吗 可是夏节商纣不都是服不了吗 历史都举完了 接着孤娟子给君王讲 望人者不治 世人者不久 只是在希望别人 很难达到目标 都是靠别人的不能长久 所以君欲治 国君啊 你希望国家能大治啊 得从你自己的修身开始 君欲治 从生死 从修身开始 人而可似乎 但很微妙啊 你不往外求 往内求 感应更好 为什么 天助自助者 天救自救者 天气自弃者 所以这一个故事 这一个道理 也让我们 莫向外求啊 回去从我们自己的 格物修身做起 往后的姻缘呢 就会随着这个根本 本利和道神啊 别要乱烦恼一大堆了 还要一经典就不烦恼了 好 所以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讲到 道千圣之国 这是治理一个国家了 敬事而兴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实 我们看到 敬事而信 敬事不就是理吗 节用而爱人 有没有离开 人意理智信 没有啊 使民以实 是仁慈哦 设身处地为人民着想 也是信哦 老百姓知道呢 我们的 领导都会体恤我们 所以他非常信任 他的领导 不离开啊 这个武昌恩的关系 好 这个大家 不用操得很紧张 我整理完了 再发给你们 我看能不能用成 Portpoint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我以前是念 我以前是念 computer的 但是我不务正业 当时候选这个行业 就是 哪一个科系工作最好找 结果就进去了 福里福祖就待了四年 我也不知道怎么毕业的 但是我是觉得 对人啊 这一些行业比较有兴趣 服务人的行业 所以后来就 做了一些 教育训练 越深入这一些道理 越感觉